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 那么欢迎回到我的课堂 那么这一讲呢,我们继续来讲上一讲的内容 大家回想一下上一讲我们讲到什么地方了呢 我们讲到最终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公药的安全问题呢 我们说了一下,对吧 我们解决的方案就是PK案,对吧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PKI呢 PKI它主要通过什么方式来保证我的证书安全呢 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下,什么叫数字证书呢 对吧,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下,什么叫数字信封 什么叫做数字签名,对吧 我们大家回想一下,什么叫数字信封 就是用公药来加密的对称名药,就叫数字信封 什么叫数字签名,就是用私药来加密的摘药 就叫数字签名 那么数字证书又是什么呢 数字证书其实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什么身份证啦 驾照啦,护照啦,这些东西一样的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说身份证是证明你这个身份 护照是证明你的国籍 对吧,那么我们数字证书是干什么事的呢 诶,就是说我要证明我这个人的身份和我这个公药之间的关系 那么最后我们上节课讲的内容 当中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保证这个人 他的身份和他的公药是对应的 那么这个事呢,我们说就是用数字证书来保证的 那么数字证书怎么是保证的 那么我们数字证书就和我们的身份证一样 对吧,那么它是由国家的公安机关来发行的 对吧,护照也是由国家来发行的 那么数字证书呢,它是由CA机构来发行的 叫做什么certificate authority 叫做权威的认证机构 通过它来证明你这个人和你的这个公药之间的关系 我们说这就是数字证书,好吧 那么真正我们看起来 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数字证书 这是我当时自己给自己发的一个证书 我们看,颁发给谁呢 颁发给谁呢 颁发给主灵溪 颁发者是谁呢,主灵溪 那么这是公药的起始日期 那么打开它这是常规的一个信息 那么打开它之后 这就是一些详细的信息 包括的序列号,签名的算法 我们看这家写的SHA1和RSA 那么SHA1,大家会想一下它是什么呢 我们说是摘药,对吧 是哈希算法 RSA呢,是非对称加密算法 对吧,那么这个颁布者是谁 对吧,起始日期,终止日期 然后大家看,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下面这些,我们说就是你的公药 就是这个周灵溪的公药 那么它是用RSA进行加密算法处理的 产生的是11024位的公药信息 那么这就是我们数字证书的样子 它其实只是一串的这个属性值啊 只不过我们在计算机当中 为了方便显示,给我们显示成的这个样子 它其实就是一串数 一串数,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我们看什么叫PKI PKI我们上次上天课也说的 公开密加密密要基础设施 对吧,叫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那么它是以这个公药密码学 也就是非对称密码学 为基础建立的一整套的安全的技术设施与服务 是一种具有通用性的安全基础设施 那么我们下面会讲到 它是怎么样的一整套的信息服务 对吧,那么总的来说 它通过PKI 我们就可以为网上的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提供一整套的安全的基础平台 这个大家知道 那么什么叫基础设施 我们想想基础设施是什么 我们就在想 我们平时用过哪些基础设施 我们说最典型的基础设施 就是电力基础设施 和网络基础设施 那么电力就是什么概念 我这样常常有插头 对不对 我插上 它就应该是有电的 最起码给我们感觉应该是这样 当然特殊情况下除外 那么所有时候 有异于使用众所周知的界面 就是说我常常的插头 对吧 有双孔的 有三孔的 对不对 虽然各个国家可能不同 但是大多数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插座 对吧 我插上去应该有电 那么提供的服务可预测且有效 并且呢 我们不需要了解 你需不需要了解 这个电是从哪来的 是火力发电还是水力发电的 是火电厂照的呢 还是三峡的电 它怎么通过高压呀 变压呀 然后再降压呀 再变压 再回到我这边来 你需要知道这些吗 不需要 所以说呢 对于安全技术设施来讲 我们说 有众所中知的界面 服务可预测且有效 而且不需要了解它是怎么运作 因为我们也一样啊 我们的PK是什么概念呢 一样的呀 我只是要知道 我拿了这个证书 就能证明我这个 我这个人和我这个公钥是对应的 至于它怎么证明的 其实大多数人是不需要知道的 但是我们不一样 对吧 我们是电子商务专业的 对吧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它是怎么样来实现 这个证书和公钥之间的 意义对应关系 而且是通过哪些东西来保证 它可以这么样使用的 对吧 那么呢 我们来看啊 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说为什么要使用公钥 公钥技术设施 为什么要使用PK 它有哪些特点 这里我不多说啊 在大概这几点大家知道一下 第一个 费用节省 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网络 对吧 开放式的工作 它的费用相对比较少 比你单独找人专门开发一个安全解决方案 要简单 要省钱 第二就有互操作性 后面我们会讲到 不同的PKi之间 它是可以互相交叉认证的 所以说 我做了一个和别人是可以互相操作的 第三 它是开放的 它是开放性的一种架构 它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算法 比如今天 我们说这个SHA算法很好 但是明天我们说 这个可而取线更好 我们就可以接纳可而取线 作为非定乘加密算法 因为今天SHA1 明天有谁 SHA2 那么都可以 而且它这种解决方案是很一致的 因为整个的这个数字证书 它是符合i.509标准的 只要你按照这个标准来 我们都是可以完全一样的 不管你是这家来做 还是那家来做 还是他家做 他做的东西都是一样 而且我们是可以验证的 并且呢 由于它是一种通用的基础 确实 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对吧 比如说我要选网络公司 对吧 我可以选择电信的 我也可以选择移动的 对吧 我还可以选择网通的 我都可以选择 只要大家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做 我就可以去选择 所以说使用公钥基础设施 这么些特点 那么对于他来讲呢 包括基础基础很多啊 其实我们上节课讲的 这些基础他都包括了 而且针对需要 他又加了一个啊 比如说数字签名啊 数字信封啊 还有双重数字签名等等 他都可以支持啊 所以说呢 他的特点有很多 那么我们说 那么好像挺简单啊 当时我们去上节课讲的时候 就讲了一个 对称加密 一个非对称加密 对吧 最后的加了一个什么 哈希函数 对吧 就这仨东西 然后呢 倒来倒来倒去 又用这个加密这个 又用这个加密这个 对吧 那么他有多复杂 其实不复杂 对吧 但是一个技术 一个基础的数学学科 要想变成一个应用的东西 那么他是要很多东西来支撑的 不是简单的 这个原理到那就可以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PKI系统来说 我们包括很多东西 有证书机构 证书库 证书撤销 等等 一直到客户做软件 我们下面就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讲 啊 首先认证机构 这是必须的核心的部分 对吧 就是说我要发证书 总得有一个人去发 那么这个人发证的这个机构 就叫做认证机构 我们也叫做CA 啊 那么这个大家知道 第二个呢 就证书库 那么我们证书都发出去了 对吧 对我这个存着 对吧 他不像身份证啊 我是物理的东西 我可以随身带着 然后你检查就可以了 那么数字证书 他就放在网 放在一个地儿吧 否则我没法去查 所以说呢 他要有一个证书库 来存放证书 啊 我们这个地方呢 一般把它放到一个目录服务器当中 啊 这个目录服务器 大家都可以访问啊 它是个开放的网络啊 开放的服务器 那么它的标准叫做LDAP标准 叫做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 叫做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啊 就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 那么它也是符合X.500系列标准的 这是证书库 然后呢 我们说证书撤销 对于证书撤销呢 这个问题稍微的就复杂一点啊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啊 撤销列表 完全的CIL 对吧 然后分布点和增量 以及在线查询机制 那么首先我们看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证书会撤销 为什么 哎 第一个 哎 比如说啊 哎 通常这是什么呢 比如说用户身份 姓名发生的改变 比如说改名了 对吧 比如我以前叫做注量 哎 现在我改名叫注灵溪 哎 我改名了 或者我以前叫注灵溪 我现在改名叫注量了 哎 那么这就是我要改变证书了 因为你你的这个身份 姓名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很简单啊 第二个是 如果我的这个证书被人偷了 或者我私钥被泄露了 那么你以前证书就不好使了 对吧 因为别人都可以用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证书必须要重新 要撤销掉 第三个 用户已去所属企业 关系发生了变更 因为证书是证明你的身份的 那么不同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用不同的证书 比如说阿里证书 比如说腾讯证书 比如说支付宝的证书 对吧 那么我们都是要用不同的事 那么这时候你如果你的关系发生变化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发生变化 比如说 我现在是北京交通大学的老师 对吧 那么一起我做的比较好了 对吧 我可能到北大去了 那么从较大变成北大 那么我这个证书就要换了 这是撤销的原因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个别的原因 我们这里不一一细说了 那么那就是撤销的方法 那有很多种 第一种就是利用中期性的发布机制 就是比如说我们叫证书撤销列表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在线查询机制 也就是他用的是在线证书状态协议 就是OCSP 就是Online Certificate Status Protocol 在线证书状态协议 那么这几个就是他的 要有这个证书撤销的实验方法 那么我们下面看这个 这个证书撤销方法当中 第一个我们说是完全的CRL 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把所有被撤销的证书 我都放在一个地方 那么就放在一个列表当中 这个列表呢 谁都可以去查 对吧 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我这个证书 这个CLA机构这个证书啊 颁发很频繁 并且撤销也有问题 就是说 因为第一个 因为我整个的CRL会很大啊 每以来没有一个撤销的 我都要加进去 那么我是实时加 还是载一批再加 这就是个问题 对吧 所以说呢 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做 要考虑几个因素啊 第一个 你有多少个用户 如果你有100个没问题 你有千个没问题 一万个也还可以 但是你有10亿的用户 这就是个问题了 因为我要同步所有的这个东西 就会很麻烦 对吧 那么撤销的概率 那么假设说我有10亿个用户 但是我一年也出不了一个 那么我另外一个 有一万个用户 我每分钟左右都有撤销的 那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撤销的概率 也是要考虑到的 再就是验证的周期啊 到底多长时间验证一回 你是一秒更新一次 还是一个月更新一次 这很重要对吧 我一个月更新一次 我就可以都不往里加 但是我一秒更新一次 这要求就高了 对吧 然后证出序列号的大小 因为这个CIL要荡下来 它是要通过网络荡的 如果荡一个 这个CIL要上百兆 甚至是上一个G呢 那这个太耗神了 而且很难达到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记得 第二个就是 CIL要分布点 那么CIL要分布点呢 就说哎呀 我一个太大了 我都放在一块 这不好 那么我就想哎 我要把这个东西 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好不好 不把基材放在一个篮子里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东西 切开了 哎 一个一个分别存放 那么如果你想查一个证实 我会告诉你 哎 根据你的号码 比如一到一百号在这 一百号到一 两百号在这 然后我就知道那要去查 这样的话呢 哎 相对好一点 因为它每个地方的东西 相对少一点 这是一个方法 第三个 就是增量CIL 那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啊 我们说 它也称之为Delta啊 Delta CIL 我们当时讲那个 什么时候讲过 对吧 我们当时学高数的时候 学过这个极限 对不对 哎 那么它取极限 就是每次增加一个小小的量 叫Delta 就是一个小的增量 很小的很小的一个增量 那么说的概念是什么呢 我第一次先去访问的时候 我先把所有的这个 就基础的CIL 当下来 然后我就不用 不用再当了 对吧 因为已经在我机器上了 那么以后再 再做的时候 我只是每次把 那个新增加的新改变的 给它当下来就可以了 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 数据库的备份啊 我们大家知道数据库备份 对吧 有两种方式 对吧 一种是全量备份 一种是增量备份 这个也是一个概念啊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个 最后一种就是在线查询机制 那有些时候我太麻烦 我就不想换 我随时可以再往 那么这个简单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请求 响应协议 我这个就不用查每个人 我你虽然要那么多 我不关心 对吧 我不关心到底都随便撤销了 我只关心我现在查这个 是不是有效的 对吧 那么这样是呢 我就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请求 我通过发一个信息过去 哎 这个证书是不是有效的 然后你返回我个值 有效就有效 没有效 你就告我 告我没有效 我就可以了 啊 这种是经过数字签名 等这种这种技术实现的啊 那么这个具体细节 我们就不讨论了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第四个 就是哎 密钥的备份和恢复 我们说这个密钥啊 有人说我们需要恢复 这个备份 因为人种有时候会 难免丢了或者忘了 找不到了 那么这时候就有问题了 那么我如果自己用的还好啊 比如说我这个是个机关 或者企业在发一些法律文件 或者相关的商务证书 那么我发给你的是加密的 但是你的密钥丢失了 解不开 那么我就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个工作 所以说呢 要有备份和恢复的系统 那么整个这个数字证书啊 它是有一个生命周期的啊 我们看 首先初始化 那么初始化就注册的时候 哎 C给你颁布 或者你自己产生了一个证书 然后把这个证书分发给你啊 那么这时候 如果你想备份是可以备份的 办法之后呢 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检索啊 验证啊等等 恢复更新都是可以做的 到最后呢 哎 在一些情况下这个证书会过期啊 会取消掉 第一个过期了 第二个撤销了 那撤销之后 这两个东西会留下来 就是证书的历史 和证书的档案 那么 这个地方呢 第五个就是说 我的密钥啊 但是这样啊 我们当时讲过啊 这个加密啊 经常使用同一个密钥 它会给人以一个更大概率来破解啊 就是叫 这个种方法就是经常会用 所以说呢 这个密钥啊 一定要经常的换啊 当然我们实际当中大家都不换啊 其实最起码你一年该换一次吧 今天用这个 哪怕你这就两个就两个密码 你今天用这个 明年用这个啊 这样子也挺好 但是你如果一直不换 这就很麻烦 对吧 那所以说 这个要定时定时的进行更换 那么这个呢 不能让人来做 对吧 这个这个呢 是由PK自动来完成的啊 然后密钥的历史和档案 什么概念呢 哎 密钥过期了 它要保存这些东西历史 所有的这些加密的 加密的这些文件用的密钥 我都要存着 那么档案 哎 是不太一样的 它主要用在什么地儿啊 审计和交易争端的时候 比如打个比方 哎 我们学校如果和别人签个合同 你要用的学校的公章 你去盖公章的时候 其实它有个档案记录了 比如说 某年某月某日 某某人为了什么什么合同 用了这个公章 他盖了一下 那么好处在哪儿呢 哎 如果有一天 一个人拿着一个 带着 盖着学校公章的人 这个合同来找 你说 这个合同 是你该签的 但你说 我们没有签这个合同 哎 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公章 是私自使用的 我们这个记录档案里头 没有人用过 没有在这个时候 为这个合同 用过这个公章 哎 这时候就是这个公章 密钥档案的 这个作用了 所以说 这个密钥就说 我每使用一次 我都会有一个记录 那么这个记录 是为以后 争端的时候 来使用的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 就是PK的交叉认证 那么 我刚才讲过啊 它的 它有一个就是 互操作性 就是说 比如说铁道部 发了一堆证书 我交通部 发了一堆证书 对吧 那么这两个证书 我有时候要交叉使用 怎么办 对吧 比如交通部 可能我地铁 我城市铁路 属于交通部管 那么我大铁 城际铁路 属于铁道 铁 那个铁总管 那么这时候呢 我要想一票到底 比如说我买了个地铁 直接就坐 坐着地铁 到城交铁路 然后再坐 再坐城际铁路 就到另外一个地儿 那么这时候 它就需要两个之间 进行交叉的认证 那么所以说 这时候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属于相同的语 一个是属于不同的语 那么 这个证书又变成 有正向交叉证书 和反向交叉证书 那我们看看 什么是正向证书 什么是反向证书 这个是CAE 对于CAE来讲 如果它的主体是CAE 颁布者是CAE 就是别人给他颁布的证书 CAE给他颁布的证书 我们就称之为什么 正向交叉证书 那么反之 如果我的主体是CAE 那么我的颁布者是CAE 那么是CAE 给CAE 颁布的证书 那么我们就要 反向交叉证书 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就交叉证书 是一个CAE 给另外一个CAE 颁布的证书 这个概念 就可以理解了 那么认证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 其实就是说 建立一个互操作的路径 就可以 那么交换 跟CAE的密钥 就可以来达到这个要求 因为毕竟这个CAE 它是人操作的 它是软件在控制 它要想达到这个东西 它总能达得到的 那么第八个点 就是说 PKI它是不是支持不可否认性 其实这样的 它本身是无法提供真正的 完全的不可否认性的服务的 那么它还需要一些人为的因素来判断 就像说 发生一起凶山案 对吧 你在现场 当时你在现场 而且刀上也有你的指纹 对吧 那你是不是就一定是罪犯 这是不一定的 对吧 我们需要一整个证据链条和推理过程 来推导出来 这是你干了才可以 只有这个指纹和在现场 并不能证明你就是罪犯 同样 PKI也是一样 我只能提供这个政策的支持 我知道 这是你签的 最起码是用你的私钥签的 用你的证书签的 那么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完成的 但是是不是 他就能作为这个判定的依据 那需要另外第三方来判断 第九个 时间戳 时间戳很重要 因为时间戳呢 它是反映了一个事件的先后关系 而先后关系 其实就造就了一个因果关系 这个很重要 就是什么时候 哪个事情是先发生 哪个事情后发生 在我们商务活动当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对于时间戳来讲 它其实不要求时间完全的精确 差个零点几秒 其实不重要 但我要重要的是 双方一定是统一的 它的时间是同步的 而这个时间戳其实也是简单 这个时间戳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这一秒钟 它到1970年1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 它的毫秒数 这个就是时间戳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就好了 然后 这就是客户端的软件 因为这个东西很复杂 刚才我们说一大堆的事 对不对 又是什么证书库 又是证书撤销列表 又是档案 又是历史的 一大堆 对吧 那么这靠人来做 不可能 谁也想不到 我拿个证书 我想的每个月几号是更新一下 不可能 我做不到 对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不需要你去做 对吧 那么你的软件就直接给你做了 你装了一个阿里的支付盾 对吧 那你直接就 这个软件程序帮你把这事都办了 剩下的你不用管了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基本功能 那么还有我们看看就是说 这个PKI啊 它的体系和功能 都有哪些东西 都提供哪些服务 它们之间互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看一下 整个PKI的体育结构 它其实分成四大层 当然你可以再分得更细 但总的来说 它是这四个层次 第一个 政策批准机构 PAA 第二个政策机构 那么叫PCA 第三个就是认证机构 最后是在线证书申请 对吧 所以说是四层 最底层的是在线证书的申请 然后上面是发证书的真正的一个CA 下面是制定政策的CA 最后是个政策批准政策的CA 就PAA PCA CA ORA 那么这个呢 就是PKI的一个体系结构 然后呢 对于它的体系结构组织方式 其实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 就是把日常处理中 经常频繁在一起沟通的人 分到一个CA 或者PCA之下 理解一下 比如说 我们铁路啊 大家可能不了解 铁路上来说 它分成几个主要的这个业务部门 我们叫车机工电量 五大部门 那么如果我们以这五大部门来划分我们的CA 那么它就叫做COI的方式 就是按照你的这个社区 频繁程度在一起的方式来来组织 那么这就是COI方式 就车机工电量 我所有的车物在一起 所有的电物在一起 那么公物也在一起 那么互相方面组织 另外一种就是组织化的方式 这个就容易引演了 对吧 大家比方 我现在是铁路总公司 铁总 铁总下面有各个路局 路局下面有分站段 对吧 这种是 总公司 路局站段 这就是按照组织化 那么下面可能还有科室啊 班组啊 这就是按照组织化的方式 按照行政机构的方式来管的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就是单包等级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我们当时做的这个 这个访问控制是一样的 把这个动作分成不同的级别 在不同级别当中来进行划分啊 所有的最高级在一层 那么就是比如说SS级在一层 S级在一层 等等是这样来做 这三种就是常用的一个PKI系统的组织方式 那么到底怎么做 那么这个需要考虑一些因素了 比如说 那要不要科展性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很方便使用啊 到底是组织化的方便 还是COI的方式方便呢 那么护操作性怎么样啊 成员的开销怎么样 比如说加了一个人 哪种更方式啊 哪种方式更灵活一点啊 这就是一些方式 那么具体 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选择啊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PKI的这个功能操作 那PKI有很多功能啊 那么比如说产生验证分发 签名和验证啊 获取验证保存和本地证书的证获取 等等一直到存档审计等等 那这么多功能 大概看一眼 其实都相对来说 和我们前面说的有点类似啊 那么首先 就是产生和颁发验证密钥 那么这个密钥的产生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啊 这个他这个密钥一定是什么 非对称加密算法产生的 对吧 那么非对称加密算法有很多啊 你产生密钥一定是 同时产生的一对密钥 一个是公钥 一个是私钥 对吧 那么这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啊 一种方式 用户自己来做 其实也不是自己 你自己做的啊 其实是你的软件帮你做的 第二个 这是CA帮你做 第三个是CA自己生成自己的啊 那么所有的CA 跟CA都要自己生成自己的 最后的密钥洞 这三种是经常用的啊 大多数情况下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是要求CA给我们产生 这特殊情况啊 一般我们是自己来做 然后签名和验证 其实就我们说过了啊 叫怎么验证 怎么签名 对吧 其实就是什么 我用私钥来对摘要进行加密 然后我用公钥来解密就可以了 但是呢 为了安全起见 其实我们不能直接这么做 那么其实我们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IC卡当中 那么你把你东西 你把你的这个签名拿过来 我在IC卡之内 或者是我的光盘软盘东西当中之内进行运算之后再输出 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我的密钥是不出设备的 当然这种高级的用 那一般我放在一个软盘 或者东西也可以啊 就是验证 然后是获取 获取的方式就很多了 对吧 一个是我在发送签名信息的时候 就直接把自己的证书发过去 另外一个是呢 我有些单独专门发送证书的通道 你可以去下载 然后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OLAP 对吧 你这个清量级目录访问协议 对吧 LDAP 你在个目录服务器上去拿到就行了 然后他就是你在RA当中来获得这个证书 我们说这是这几种 然后我们就验证这个证书了 验证证书 它其实是一个要验证一堆的东西 最典型的是证书链的验证 我们后面会讲 那么还有验证有效期等等 它要验证证书 然后保存证书 这个其实很简单 对吧 我们就要把证书存下来 其实这时候存在哪 你是存在机器的硬盘上 还得存在U盘上 还得存在U盾里 这个都可以 对吧 一般我们说要求这种硬件的证书 就是把它存在一个U盘上 就是U盾上 这个你可以随着拿走 不放在电脑里 因为放在电脑里有个问题 对吧 你如果电脑被人黑掉 那么你这个证书就被人黑掉 所以这个证书保存在哪 就看你 允许来做 然后本地的证书的获取 其实是这样的 对吧 你可以放在证书的这个U盘里 或者是放在网上 或者是存在其他地方 那么你这时候 看你愿意采用什么方式来做 就是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这个情况下 会有不同的要求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 废纸 申请也是一样的 我们刚才讲过 对吧 有几种情况会造成我这个证书要废掉 对吧 用户身份变更啊 词要泄露啊 组织关系发生变化 那么当我这个证书废纸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申请 这个我们是要用这个一个渠道 对吧 不能说 哎 我证书坏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这个是要有个废纸的一个通道 恢复也是一样 当我们要作废之后 我要恢复 对不对 哎 那么这个恢复 其实并不是把你原来的东西 给它找回来 而是说 我这个黑 这个这个 我这个证书的这个密要丢了 对吧 所以我签个证书都要废掉 以后我重新给你签发一个新的证书 你以后就用这个证书 当然以前的证书再说了 但是从这一刻起 你再签的字 要用新的证书来签 以前的当然没问题啊 只只能继续留着 你也没办法来以前的证书改掉 对吧 然后CR的获取 也是一样的 我们说了对吧 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什么增量啊 全量啊 对吧 分布啊 都可以 对吧 我怎么样来做 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啊 一种方式 自动下发 就是我只要发生改变 我自动推送到你这里去 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第二种方式啊 就是什么 你到各个实体当中 到目录服务器当中去拓得 比如说我这边需要了 我就去到那个目录服务器当中 去得到这个CR就可以了 一个是主动推送 一个是被动去取 这都可以的 没有关系 看你情况需要 哪种各行事 就采用哪种就可以了 这是CR的获取 然后呢 就是蜜药的更新 在蜜药更新的情况下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的如果蜜药泄漏了 我怎么样更新 那么其实这个更新呢 它就算没泄漏 我也得更新 我刚才说了啊 对啊 这个蜜药不能用太长时间 你用一会儿了 你就得更新一下 对吧 但是这时候呢 就有这种不同的形式啊 第一个 如果CAA及其下手的蜜药 同时到打击这个小预期 我们说这个东西有很多啊 我一个CAA 我本身有自己的证书 对吧 那么我要给下面的 好多用户又发一些证书 对吧 如果他们同时到达 那这个最好 同时更换 同时更新证书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CAA不是同时到达 那么用户到了 用户先到了 那没关系啊 用户到了之后 那么我CAA 给他重新签发一份就完了 对吧 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 因为CAA的这个证书的周期呢 要应该一般情况下 比用户的长余 那么如果CAA先到了 那么CAA就用他自己的证书 把所有他发的证书 再重新签一次 只能是这样 对吧 因为他 他的证书换了 那么他就要 需要用新的 他这个证书当中的证书 把他所有发的证书 重新再签发一遍 那么签发之后 所有人都要更新他的证书 那么这是什么密钥的更新 那么这个PK的互通性 就是说 我怎么样进行交叉认证 那么也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 就是我建立一个互操作 我这个PAN1和PAN2 他俩互相认证 互相把自己的根 根证书 或者根表 给他签署一下 那么这就是一种方式 交叉认证的方式 另外一种 就是全球建立统一的根证书 就是我全球 有一个最终最终的一个根 大伙 所有剩下的证书 都是他签发的 他是最头的 他是个老大 是个头子 但这种情况是个理想状态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在网络世界当中 数字证书很重要 那么这个谁颁发证书 他就有一定的权利 没有人愿意把这个权利 放给别人 所以说这是个理想状态 能不能实现 我看选 然后我们说一下PKI的服务 那PKI的服务分成两大块 一个是核心服务 一个是附加服务 核心服务有三个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说的 对于电子商务来说 最常用的四大服务 认证性保密性完成性 和不可否认性 那么他的核心服务 包括前三个 认证性保密性和完整性 认证性没问题对吧 证书就要证明你这个人 是你生名的这个人 对吧 认证性 保密性也没问题啊 我这个证书很很安全 我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才能保证我这个 这个证书不被破解 那么完整性 我这证书是干什么事的 做签名用的对不对 做签名一定可以保证完整性 对吧 否则我为什么要签名 签名就是为了保证完整性 对吧 所以说认证性保密性完整性 是他的核心服务 那么附加服务是什么 不可否认性对吧 刚才我们讲过了 对不对 不可否认性 是不能直接提供的 比如就制度上我说的 这个刀和指纹 是一样的道理 第二个安全时间戳 对吧 大家要记得 对吧 什么叫安全时间戳 就是当前时刻 距离1970年1月1日 零时零分零秒的毫秒数 就是安全时间戳 第三个就是公正 那么这几个 就是核心服务和附加服务 然后呢 就是证书的定义 这个我们说过 它其实就是也叫做Digital Certificate 也叫Digital ID 也叫数字凭证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那么在很多场合下 我们都说的数字证书 电子证书 证书 其实都是X.509公要证书的 一个同义词 他们都是基于X.509公规范的 那么它的证书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规范证书就是这个 CA 就是CA 这个CA机构 给A颁发的一个证书 包括了它的版本号 它的序列号 它的这个算法的标识 它的这个可选 就是CA可选的标识 和用户可选的标识 以及最关键的 用户的公钥 以及用户的有效期 这是它的基本形式 下面就是一些约定和速率 这我就不再细说了 包括CA 包括DSA PKCS PKCS 是公开密钥 密码体制 再比如说这些属性证书 这种就不多说了 大家回去看一眼就可以 很容易理解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证书的标准域 什么叫标准域 标准域的概念就是说 只要你是符合XL509的证书的话 那么这些域是必须要有的 你这些域是不能空着的 就是必填项目了 版本号啊 序列号啊 签名算法啊 等等这些 它是它的标准域 然后还有部分扩展域 因为每个证书 可能用的方式不一样 那么有些时候用于这 有些时候用于这 那么这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扩展 比如说 来策略映射 对吧 就是说 我这个人只能干这件事 那么这有个策略问题 对吧 那么策略映射 这个呢 就是需要 在扩展域当中的 包括戴用名啊 等等 这个呢 就是扩展域 大家看一眼就可以了 然后呢 证书的拆封 证书的拆封 是个很重要的事 什么叫拆封呢 就是用验证发行者的公钥 CA的公钥 能不能解开客户实体当中的 发行者的签名 什么概念 我们知道 这个证书啊 它是由CA签法的 对吧 那么怎么保证这个证书是不变的 就是它公钥是不能变的呢 我们当时还记得吧 我怎么样做签名 还记得吧 是不是我要把这个 这个名文 对吧 我通过摘要 生成一个摘要 对吧 然后我用 这个颁发者 或者是签名者的私钥 来签发它 对不对 那么签发它一样的 这概念是怎么要解开这个摘要呢 是不是就是要用这个签发者的公钥来解开它这个 这个 这个架名的摘要 对吧 然后比较这摘要是不是一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拆 这就是拆封的操作啊 所以可以表现成X1P X1 X2 那么它是一个中坠操作啊 那么X1P它是一个公钥 那么X1 X2是X1给X2发的这个什么 发的这个证书啊 下面呢 我们看 这就最有意思的就是证书链的验证 我们说只要验证一个证书 它一定是一个链 因为没有一个证书 只只孤零零一个证书 啊 当然也有 除了XA的根证书啊 那么这个根证书 它的特点是在什么呢 这个根证书 因为它好像是最头里了 我没有办法再给你发 我是自己给自己发的证书 所以它也叫做自签名的证书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一个链的验证啊 我们还想一下 这个我们的证书啊 这是你的用户的证书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证书是CA给它发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CA的证书呢 是PCA给它发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PCA的证书是PA给它发了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大家想想 CA给用户发的一个数字证书 对不对 那么它是要用CA的签名 来对这个证书进行签名的 对不对 那么我如果要验证这个用户证书 必然需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CA的公钥 对不对 CA的公钥在哪里 CA的公钥是不是在CA的证书当中 我们说每个人的证书保存的 是和这个人相匹配的公钥 对吧 这次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稍微稍微有点绕啊 我要签 我要验证这个用户证书 一定要需要什么 给他签发的CA的公钥才能验证 因为这个CA证书是由他签发的这个人来做的签名 那么是用他的这个签发者的私钥来加密的 所以说一定要签发者的公钥来取 而这个公钥哪有呢 就是这个CA本身他这个证书上有 那么我这时候呢找到了他的公钥 但是我这时候怎么知道这个公钥就是他的呢 那么我需要验证他本身的证书 那么他的证书是谁发的 是PA给他发的 所以我要到PA证书上去找他的公钥 那么找到最后 OK 到了一个根CA 那么根CA我刚才说的对吧 根CA的特点在于什么 他的证书是自己给自己签的 所以说你在根CA的证书上就能得到什么 他的公钥 那么有的公钥 你就能验证他的签名了 验证他的签名之后 我就可以知道他对不对了 如果他对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拿到他的公钥了 拿到他的根CA的公钥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根CA的公钥 来验证PCA这个证书了 因为这个PCA的证书是根CA给他发的 对吧 那么这时候验证好了之后 我就能得到这个 知道这个PCA的公钥是正确的 然后我就可以验证CA的公钥 CA的证书对不对 CA验证之后 我就可以验证了用户的证书 所以说他一定是个正向传播回来 反向传播回去的过程 他要从这个用户证书 一层一层 最终达到什么 这个给这个用户发证书的 这个根CA 然后再返回来 明白吧 所以它是一个链条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整个P 整个CA体系 它一定是一个层级的 从这个OIA到CA到PCA到PA 可能其中的PCA或者是CA 还有好几层 那么不管你有多少层 最后你总要到一个根CA 那么所以它是一个链条的事 那就是证书链的验证 这个证书链的验证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说我要验证一个人 给我发的证书 一定要去看他的证书 才能拿到他的公钥 才能验证 这个就是往上带走的事 好吧 那么除了证书链的验证 要验证一个数字证书 其实还有很多要验证的事 序列号 要验证是不是一致的 有效期 是不是在有效期范围之内 有可能过期了 对吧 然后它的撤销证 是不是被撤销了 虽然它没有到期 但是可能它已经被撤销了 这也是要查的CRL的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CRL 对吧 证书撤销列表 然后使用策略的认证 这个使用策略的认证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在扩展域当中 对吧 那么有的可能有 有的可能没有 所以说 总的来说 我要能把这个 上帝和我们讲的 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 和插息算法 声称这一整套 安全传输的过程 这个机制 要想能很好的 得以实现 要有一个强大的 一个机构做支持 这个机构就是CLA 那么CLA 它要具备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12项功能 对吧 那么我要验证一个证书 又必须要验证 最先验证的是证书链 对不对 然后序列号 有效期撤销列表 以及策略的验证 所以说呢 大家现在看到 对吧 我有一个理论 一个基础理论 要想实际应用到 实际应用当中 过程当中 它是需要 很大的工作去做的 需要很大的一个 内容去支撑的 所以说 从基础到应用 它真的是有一个过程 好吧 那么讲到这儿 大家应该对这个PKI 有所了解 对吧 下节课 我们再讲 基于PKI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协议 好吧 基于PKI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上